南投县一连三天遭逢暴雨 居民饱受烟水和溪水暴涨之苦 没想到却有人将11年前 庐山溪水暴涨的影像 变造成类似监视器的画面 并且附上警告标语 县府呼吁民众切勿以声示法 散布传播不实的影片 造成公众产生恐慌者 最高可处新台币3万元 97年墙密台风那个时候 我拍的画面 我想说这个日期怎么会是2019年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行为 非常的不可取 5月18号以来 南投县内饱受雨淡侵袭 造成多处道路摊坊 路数倒塌 道路中断 却有人将11年前 庐山溪水暴涨所拍摄的影像 提倡类似监视器格式的时间日期 并且附上警告标语 引起大众耳语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啦 就是会造成大家的 就是更多的恐慌 就是大家就觉得 啊怎么又这样子了 对很危险 就是 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影片的真实性啦 我觉得就是有点误导民众啦 因为那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影片 又剖除这种影片的话 会引起那个军机消防他们 还有人民的恐慌 然后大家都已经去救灾了 这样对其他人不太好 当初拍摄影像的灵性男子表示 经过变造的影片竟有网路传播 造成民众的恐慌 且冲击当地观光形象实在很不应该 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他不应该 在这个影片上面加油添出 把它变造成最近的日期 然后在网路上面乱传 你这样子乱传说什么 啊炉上不能再上去 那你这样子不是会造成 那个当地的观光 对当地的观光产生冲击 直到媒体向警方查证 才对知是一场经过变造的乌龙事件 最后当事人发现事态严重 惊觉社会上假讯息或是假影片的泛滥 造成社会大众的恐慌 透过电视台镜头 他呼吁大家 面对讯息爆炸时代 真的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据者曾光佑南投采访报导